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建会的强强对决 观战方式钓鱼道 对战方式屈服孔庙 这建会又得开始了 五十谈也结束了 全民皮克赛也结束了 建会就得照常进行了 双方都是大唐神明的女儿国标 观战方一把虎阵也是被对面地震 大克了10% 被大克了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现在对战方神明倒地 观战方两个地厅换出来 看一下大唐手里的存货 大唐这边是2.0元 马上有3点 地府这边1.0元 被打了针 延不出来 对面大唐这边是3.0元 巨剑还在 对战方的地府手里也是3.0元 这是观战方的一贯作风 就余老到了20多回合的时候 他会先点一个神木 然后出地厅去压制 清一下你的宝宝 随后想办法点你的大唐 点完大唐点鸟儿村嘛 这三板斧 兄弟们估计也看习惯了 这一波 直接压对面的大唐观 地府还被打着针呢 就过去压了 两个地厅 剩下一个 还出漫天 那一个也没发挥出作用来 有杜杰金身 还插一丢丢 欢迎国瑶 秒八 观众万象 这一个出手了 看看能不能把大唐给刮杀刮死啊 对面是有罗汉 有 这叫啥呢 这这这这这这这 突然想不起来提笔忘字啊 浦玉林伯 让对面少承担百分之十五的一个伤害 但最终大唐还是被刮死 当然没有小扫的话 压力没那么大 但是也会有压力 毕竟现在二十多回合了 对面还有一个神灵导地呢 现在大唐导地 也很伤 最主要的是 大唐有了3.0元的巨舰呀 观众方也可以去尝试的去杀别的单位 赶紧补宝宝 把宝宝补出来 观众方这边也再没有补地厅了 常规的宝宝补一补 伸腰 亲 这个风铃火山一起 对那方女儿村 稳稳的 一把金青化身四一虎 先把大唐保住 对面直接起了一把火 侵略如火 加伤害 这是要杀谁呀 亲爱的 这是 化身四回口 大唐保住 观众方无魂给上 小爽 直接点观众方神木 观众方小爽 也是点对面大唐 顶着 风铃火山 直接点大唐 带出观众方有无理气速度 直接把对面大唐的血线给压下来了 这样的话 对面 反正中无魂了 飘垂 慢慢添来 单抽 直接将大唐 带走 对面这一手 反 反其道而行 好像没有发不出作用啊 想用被动的 点杀啊 来完成一个局面的逆斜 但是被观众方也玩了一套反其道而行啊 就是你开风铃火山 我偏要点你 对面的反其道而行就走的是那种我掠视 我两个尸体单位啊 两个残血 我要点你 观众方的反其道而行就是你起风铃火山 我要点你 最终观众方由于占据了一个速度方面的优势啊 就是这个物理系的速度优势啊 还是让对面重新回到了刚才的掠视上边 但是对面表示不服呀 啊 小爽接着挂 我还要接着点 用我的炮换你的局啊 你点我大堂 我就点你大堂 看一下神木林的威力 担周 威力在的啊 那这样对面也完成了一波反转 对面女儿有益素 可以给观众方女儿村打针 对面地府可以顺利的延出来 三点灵运的延长可以去到一个三十二回合 那三十二回合还会给一点灵运 所以说 现在反而是娱老这边更难受 一把针给到女儿村 踩个塔 对面先延长出来 三点灵运的延长全扔了 观众方也延出去了啊 这为什么羽岛更难受 因为对面灵运更多啊 就地府的灵运是更多的 这样对面也算解除了危机了啊 如果对张方刚才不硬着头皮这么点的话 可能回首观众方就要把对面神木林干掉了 这年头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啊 你想扛下去你就多进攻 尤其是建会的国标 打国标 神木林一把青蛇 看一下观众方这边是想连着点呢 还是先亲亲宝宝 亲宝宝吧 哎呦观众方又连点了 表示啊防逆境啊 就观众方一个人倒地 还是防那一手逆境 这就是曲斧啊 打的细节 太细节了 观众方还是选择要把对张方神木林干掉 差一下 宝宝 善恶 2200 神药 还差一堆堆 避雷往上一根300血啊 哎呀 还差20多啊 还差35滴血 成功的将对张方神木林也带走了 这样的话 我看一下观众方地府手里好像没没零元了吧 没零元啊 对面女儿村手里也没有零元了 这样的话 紧随其后 观众方再换一个地厅 继续清宝 再把宝宝欠击 再换再换 哦呦 这不是要清宝宝了 观众方这是要冲一波了 只不过啊 幸亏对面刚才杀了个大头 3.0元的延长 这个大头八个回合站不起来 不然的话 对面压力得大死啊 直接控地厅 战敌给了谁 给了自己了 但是他被控了 给了自己的地厅 现在很多地厅都不抗风了 他们为了追求更多的技能个数 就是那些法术的个数 放弃了地厅的抗风技能 两把战敌加上 但是没有人去保出手啊 战敌这个是加给了一号位 一号位是吃过尺子的 这一波 感觉 对面赚到了啊 那观众方这个地厅被控啊 其实很影响鱼岛的节奏啊 这鱼岛三万斧 这一波点女儿村啊 大家看的是不是很熟悉啊 就这三个点 大逃什么女儿村 观照万象 哦 这个也是个法地厅 但这样对面女儿村是死不掉的 下回合有一把大喝鸡啊 还是一个被控的这个四号位地厅的问题啊 就说白了 对面是堵到了 堵到了这个地厅身上 四百四 差一滴丢 看一下好像还有机会 三百三 没技能了吧 没了 对面女儿有一锁 踩着塔 大特机肯定是有啊 承担了一万吨的伤害 这波鱼岛没拿下 没拿下的话 队长方可就缓过来了呀 恶爆九百一点点血 这是神优了 还是一点点啊 一把金钦肯定大特机是有的啊 看那个血量像神优啊 那观众方再换DT 对面 神明已经可以拉起来了 对面再延长观众方的大同官府啊 观众方也是一把延长先送给对面的大唐 双方现在进入了半径八两 刚才是遇到有优势 一波地厅冲下来 双方半径八两啊啊 再冲不下来 那就是回到了势均力敌了啊 然后再冲不下来 那就干对面的优势了 因为怎么说呢 如果双方势均力敌 那就是对面有优势啊 因为对战方有大克 有异素啊 场上的局面势均力敌 那就是人家屈服有优势 这个时候 对战方也换一个地厅出来 感觉有这个地厅能拉扯 对面可以熬到自己大唐起立了 大唐起立对面就可以优先点杀啊 你看对面地厅他也不抗风啊 就现在他们敢封地厅了 前几个月压根就不敢封地厅的啊 现在他们胆子都大了都敢封地厅了 把地厅带走 但是这个地厅相当于也牵制了 观战方的操作了吧 你要去防这个地厅 此行洗澡 大唐可以站起来啊 有这个地厅就够了 人拉大唐化身一活 对面可以直接点 但观战方等不着了 观战方等不到对面 大唐站起来啊 就自己的大唐站起来 很着急 观战方啊 就着急的点对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旦双方回到势均立地 那就是人家有优势 所以鱼岛这边着急的点啊 又一次把队长方神灵给压死了 你看观战方大唐 下个回合观战方大唐就站起来了 但是鱼岛啊 就这一个回合 他已经等不了了 等这一回合可能没节奏 这回合等不了 就这这一回合都等不了了 打个佛法 无边强行点一波 观战方心里也没底啊 小死亡 这是挂给了观战方的尸体大唐 但是观战方没有提前拉起来啊 也没给到对面 这么一个点杀的机会 破甲树扔一扔 起鬼眼了 现在就是双方都没有延长嘛 地府都把零元耗干了 所以说现在的点杀的话 威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就现在的国标基本上就是 你要不打一个二十多回合 到三十回合左右 因为就趁着第一次三点零元的那个气急 就二十四回合的时候 就这一波推 如果这一波推不掉 那这比赛估计就得打个五六十回合 感觉现在的建会啊 咱们就说建会的国标啊 他有一个时间节点啊 要不然就三十回合 要不然就五十回合啊 就这么个时间节点 卡的就是两次三点零元 两次的三点零元啊 第一次不是二十四回合吗 第二次不是四十八回合吗 一个接近三十一个接近五十啊 就现在的国标就这样 主要是零元对于比赛的影响太大了 尤其是国标对国标的时候 这女儿村大唐地府这三个点的零元 关系到你这场比赛 这个人倒地多长时间啊 一个要打针 一个要延长 一个要杀人 完美啊 对战方大唐触发一把轻蚀 正好对面什么也可以站起来 双方现在就半斤八两了啊 一人一个尸体点 活上一口 对面 这回是对战方先动手了 啊 这回是对面先动手 前两次对面 拉起人来 都是关战方先动的手 这回对面先动手 关战方没有动手 那这样的话 一把轻蚀 把关战方少 什么0163了 没拿下 对面神木林也163 出法连给带走了 这个163 有没有宝宝过来破一下呀 啊 神用了 再来 继续163 一次神用 两次163 八字够硬啊 还有一个 对面这宝宝也是多呀 把关战方 神木林拿下以后 局势啊 从咱们切进来 第一次对战方 有优势 这就是国标啊 一波点杀下来 对面就有优势了 接下来就看队长风 能不能把这个优势扩大化 慢慢的把优势转化为盛势嘛 满天飘飘啊 看一下对面 大唐的一个 满天 三层的满天 加过亡两追魂 啊 关战方这边是 加过亡两追魂 一层的满天 在杀神木 但是没有消死 女儿触发 轻蚀 有疑速了 先控下对面女儿村 杜杰金身 保一下地厅 人杰地府 关战方还有点 啊 还有点 就得不到自己什么灵了啊 单大唐也得点了 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小早都没挂肉 这得了 巨剑也扔掉了 这样 于导师率先把自己的 底牌晾干净了啊 就大唐的三点零元 巨剑也用了啊 地府前期延长的 也就剩一点零元了啊 这地府就一点零元 就这一点零元 就已经是 关战方也算是把底牌 全部扔了啊 但这个时候 还没打出优势 扔了底牌 没打出效果来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啊 这回和关战方忙着去点杀 因为还是走的一个 反其道而行的思路啊 就你出地厅 我也不管了 我要去杀人 你出地厅 本来是对面的进攻时刻嘛 对吧 人家出地厅 人家肯定是想进攻嘛 但是关战方也走了一个 反向思路啊 你出地厅 我点你 最终就女儿村就是代价 这个女儿村他就是代价 点杀的代价 关键是 你看人家大同物点零元啊 关键是 你这把反其道而行 你还没拿到 没拿到这个人 人是点死了 但是 没挂中小死亡 这样关战方就更亏了 如果把对面大同点死 还责罢了 就是挂个小死亡点死啊 没挂中小死亡 这血亏 既承担了一波地厅 还被对面反攻过来 紧接着人家再换地厅 请问你该如何应对啊 现在关战方没有点杀能力啊 女儿 神木 大唐 三个尸体单位啊 就没有任何的点杀能力了 关战方现在丧失这个能力了 岁月 强控化身寺 不给你做恢复啊 守住对面 大唐的一个尸体啊 现在是怕神木灵啊 啊 那化身寺应该是活歪了 小死亡 愣点女儿村 哎 化身寺被控 对面强拉大唐 关战方一把金轻 双方都是神仙操作 对面天降神剑也扔了 这样对面也白扔了啊 也是没有完成一个小死亡的电伤啊 关战方这个金轻是恰到好处的 不过呢 整体的局势还是倾向于对面的 还是倾向于对面 你毕竟还有一个三个尸体点没解决嘛 这再把上线恢复一下啊 对面就一个大唐 你是三个 女儿村 再控神木灵 这波不控化身寺了 环阳树再拉起大唐对面 地府更化身寺 哎呀 这大唐这口血的还是活不上了 环阳树拉起来能加点伤害啊 六千一 起个风 女儿直接偷酒 拿到医塑 关战方女儿村手里抹宝宝亮啊 最后一个换了个熏迷啊 他抹有宝宝了 前面也是换过地厅的嘛 只不过关战方没冲下来 就是用地厅轰炸对面女儿村的时候 就刚才咱们说那个地厅被控了 就那一个回合 就那一个回合 让语导错失了最好的时机 小嫂没挂中 对面再来一把巨剑 神木有青蛇 点杀女儿村应该是问题不大 一下七千六 两下送你之神要的 但是再来一下啊 出发脸了 刚才第三个技能 冰川怒又出发脸 打了五下清掉一个宝宝 杀掉女儿村 幸亏精轻放出来 小嫂没挂中 对面可以换地厅了呀 我都感觉啊 对战皇哥 幸亏这宝宝神用了啊 再不神用 对面肯定是一波地厅 肯定换出来了啊 直接炸死你了 诅咒之伤 这一波直接干话声色了 对面胆子有点大呀 看你化声色 指儿没指儿 混眼伞没混眼伞 宝宝没宝宝 要啥磨有啥 一把巨剑 神木单抽 163 有没有给化声色卡要地 没有化声色 嘎掉了 那这比赛就结束了呀 你还有个残血 女儿村呢 那没了化声色 这女儿村 不就是个废物吗 一丝血 直接拿下一万血 延长化声色 我观念方向在 感觉是有条件逆经的啊 有条件逆经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逆出来 场上的宝宝啊 以及人物这个速度配的还是能配出来四个封印 孩子啊 还有这个法房 还有女儿村 还有地府 让神木灵去换逆经吗 就是反正是 人物配速方面没问题啊 但我不知道 因为 鱼岛不怎么爱用逆经啊 咱们也知道 他不爱防 也不爱用 笑里藏刀 练习神 双神 又再亲宝宝 对面不换地厅吗 起个命软 再点一个 要不再换 再点一个大桃神木 随便点一个 然后直接换地厅 冲了就完了 女儿村吧 那一会儿随便杀啊 随便杀 有时间给他挂个小索 就可以了 打针给女儿村 48回合 对面又可以延长了 选择了继续点 就像我刚才说的 点个神木 或者点个大桃 直接可以开启 下一波的旅程了 带走神木林 地厅一换 比赛结束 官长方出了给侵蚀 好像还能反杀一手 杀谁 杀大桃 神木有杜绝 再加上官长方前排 是没有一个进攻型的宝宝 所以说 点神木的可能性是 零 点大桃的可能性 百分之百 体活 宝神木 延长 送出来 小死亡点大桃 就这一个横扫 没有别的输出了 能不能贴住 最后一下贴住 没了 就那一丝血 官长方没输出 就那一丝血 杀不了 俩法方俩孩子 再倒地一个 没有化身死的时候 有没有小死亡东西 你倒地了就可以 反正你回不了上线 地厅一换 就那一波 官长方就那一波 地厅被控以后 彻底没解奏 哎呀 这随便防一个 观照万象 无间地狱开起来 六道无量 脑死 但是还有一个 观照万象 孩子飞掉 大堂倒地 比赛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啊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 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 帮忙点个赞啊 这比赛 打的也是一波三折啊 就前期一直是 观照方这边有啥 打着打着就不一样 打风卷 再补个地厅 也可以再补三个 什么补一个 补一个 不太可以 补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刚刚好 四个 一下 两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